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所以我从小就坚持 多读书多看报 正所谓读乐乐不如重乐乐 所以我要和大家 分享我的快乐 不知道怎么解读 这个八卦这个词 大概就是女生爱嚼舌头跟子 这男朋友现在看来 有点意见了 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龙 24岁来自甘肃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杰22岁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们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女生嘛 这个很正常 我怎么受不了的呢 小伙子 对 我也觉得特别正常嘛 但是他那个 就不是正常人的那样 我跟你说这 我今天觉得我来 就是要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再跟他好下去 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你知道吗 不不不 你有妻了吗 那以后也得这么 好 说说吧 就是我们马上要毕业了 我想着就是不管 就以后我去他那儿 还是他来我这儿 就是先回我们家见见亲戚 看把这事能不能定了 对 好像 然后他就去我们家 这去就去麻烦了 一下过我们闹得 我们家就是人养马翻鸡飞狗跳的 他去了连两个礼拜都没有 就闹得我姐跟我姐夫要离婚了 不是 我不是那种挑是非的人 没有我的事 我怎么可能编出来是不是 我那天就在大街上我就碰见他姐夫了 他姐夫旁边插一小姑娘 看着比我还年轻呢 你说这事是不是有问题 你只要结果我还跟着他 就走到了酒店 我承认吧 我姐跟我姐夫他们俩 是那个婚姻不太就名存失望了吧 但是他们有小孩有老人 他们就把这事隐瞒了 他非得把这事跟人家说出来 而且还挑着我们家过年 吃年夜饭的时候 所有亲戚都在那儿坐着 他就要说 他还问我姐 说姐你知道吗 姐夫有小三 我当时我就使劲拉他拉他 他就不听我 他还一直说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心脏都快停着 跳动了那时候 气得我 你说我跟你姐说这事 我是不是为了你姐好啊 对 你是为了他好 你知道人家是愿意让你说吗 你就觉得你为他好 离了吗 离了 正月里就让他逼得 人家就离婚去了 你说这都有小三了 那男的都不相爱了 还好什么呀 反正还不止这事 我觉得我们家 一直都挺和谐的其实 然后我奶奶 在我们家住着 就我奶奶 我姑 我妈 现在被她闹 都杀人都不说话了 为什么呀 就她在我妈背后 就嚼舌根在那儿 说什么人心格度皮这些事 本身是我姑要买房子 我奶奶借钱 就这么个小事是吧 她就在背后嚼舌 听我说 她奶奶住她家 然后吧 她奶奶又没收入 还没退休金 也没什么存款 就天天花着她们家钱 吃她们家的 对呀 我们养着她的孝顺 然后她姑娘要买房 特别痛快就答应了 那你平时问说 拿着你们家钱 去接接她姑娘啊 大家说是不是 我觉得这事很这样 而且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儿媳妇就不是亲的了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去管 当然有关系 你说我以后要是 嫁到你们家 你妈是不是也是我妈 对吧 我也得叫她叫妈吧 什么什么我妈就你亲妈 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 叫家丑不可外扬 我和外人说了吗 你就是个外人 你知道吗 第一次来我们家 你就把这事跟我妈说 你让我妈多下不来谈呀 得得得 等于现在这个姑姑妈妈 奶奶不说话 是 就闹得关系特别僵意 就是我挑拨 你说她奶奶天天住他们家 然后吧 她奶奶还跟她爸天天抱怨 说她妈不干活 也不做饭 也不洗衣服 那我明明去看她家 这全都是她妈干的活了 对对对 你说她爸爸天天家中间 受加把气 对对对 我不能让她到时候 也这样了是吧 所以我得跟她妈一条心 我得向着她妈 我听到什么对她妈 有害的事 我得跟她妈说 这是说一些实实 你看吧 主持人 我就觉得大家都把她 当个笑话看了是不是 而且她不止出去说她的事 她还把我的事 也跟别人说 我觉得现在她把我连累的 别人把我也当个笑话看 我跟她谈恋爱谈两年了 我觉得我身边朋友 都让她给得罪了 为什么呀 有一次我们就聚会嘛 就到KTV 大家唱歌喝酒玩特别喊 然后就听见她在那 一大特别大声的喊 你是不是被你前男人打过胎呀 你说这事怎么能说啊 当时就所有人就惊讶了 哥 我这事还得跟你解释一下 你知道吗 哥 你得听我说 来 我听听听 你们都去过KTV是吧 KTV有人唱歌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吵 两个人就小声说话 根本听不见 那我跟她就是在那聊天而已 那你也不能在那场 不是要大声跟谁说 我只是问她而已 我没跟别人说呀 那谁知道 平时都那么吵 突然我就说那一句话的时候 就安静了 我觉得肯定就是有人在摆我一道 要么就是摆那个女孩一道 主持人你说 就跟她没法沟通了 我现在我觉得 她就遇点事就着 你说这事跟她有关系吗 她就去瞎掺和 你哥们肯定都不理你了呗 是 哥们现在都不理我 而且我宿舍设游她也得罪 然后就因为人家得痔疮了 就挺不好一个事是吧 她就听见了 她给人往外传 我还跟你说过了 我说你别往外说这个事 过了两天人家就来问我了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说的 姐姐你说这事干嘛呀 这事可不该说了吧 你哥 你说痔疮这事吧 十个人九个人得有 而且我就是跟她宿舍的人 说了一下 我没让她跟别人说呀 你说一个宿舍的 是不是得互相照顾 宿舍的人都不知道 就拽在吃辣的 然后又让她老坐着玩电脑 什么多不好呀 而且我还特意地嘱咐 她那几个社友了 我让她别告诉别人 这几个人就信不过 你还不如不跟他们做朋友呢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什么你帮我选我的朋友了 我身边现在让你选的 没几个朋友了都已经 她没朋友 就是她自己的问题了 你说说呗 她都不去外边和别人交流 也不和大家分享什么事 你闹得我很扬断 那我为什么就那么多朋友 你拉倒了 你那朋友都哪来的 你的朋友都是你八卦八来的 我跟你说 主持人他天天就拿着他的手机 他包里得放三个充电宝 天天就八卦那些东西 他天天在我们学校论坛 什么小节报道这个 小节报道那个 然后底下有人给他留言 他就觉得那是他朋友 你说你是你朋友吗 我跟你说清楚 我是我们论坛的管理员 然后吧 我觉得那些给我留言 都是我粉丝 他把人家什么文章 马一利那个事 他把给人全部扒拉出来 就放到我们学校论坛上 什么人家这个跟谁那 有一腿那爱美国 我说这事你去说什么 人看新闻就图个论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是渔记啊 你老管这些事 你就说着了 我真想去当一渔记 哥 你看我是不是有这潜质 小冯姐 我问认真的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这潜质 我觉得我观察事物 什么的特别细致 你观察一下 曲总他现在什么表情 特有魅力 特帅 我还知道他媳妇是一大模特 特漂亮 身材特别好 有一次我说 我去找他过情人节 我们放假都不在一起 我挺看重这个事 我说第二天坐火车6点 我从甘肃到河北那边 然后我到了就找不着他 我打电话也打不通 发展线也没人回 我就一直等 从6点多等到晚上9点他才来 我说你干嘛去 他说他跟踪别人 你就跟踪别人过情人节 你把我撂到那不管了 哥 我跟你说这事 我们高中有一校花 就是女神级别的 特别清纯 当时好多人都喜欢她 结果吧 那天恰巧了 我就碰见她了 穿着什么大鱼网袜 然后还戴着假发 然后坐了一个老男人的车 还跟那人一块抽着烟 你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一个女神的形象 她就这么毁了 我们高中那帮同学得怎么想呀 得多难过呀 我不得跟踪一下 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得告诉她 这是比我去找你过情人节 还重要 我觉得这种事 你不能天天都碰着 你八卦这些事 就不止耽误我们俩事 还耽误好多正事啊 有一次我们上课 她就看见人家老师 就是什么化个妆 她说人家老师谈恋爱 我太了解她了 我就心里害怕 我说这人老是谈恋爱 咱可不能胡说 你就别瞎操心了 是吧 然后就不行 她说她非要去看人老师 是不是谈恋爱 然后我们下午考试 就见不着他人了 你说你干嘛去了 我就去看看那老师 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呀 我得验证一下 我的分析 就是谈恋爱了 我跟你说 那你试考了吗 你因为八卦知识 你连正事你都不干了 我补考了呀 我补考是不是还是过了呀 那老师谈恋爱这件事 你没给广播出去 没分享一下 当然我身边几个闺蜜都知道了 我觉得她身边那几个朋友 就不和不行 你知道我觉得不是一般人 都有我这种能力的 我就通过她平时不打扮 结果那天化了淡妆 而且头发还专门去做了 我就觉得她中午肯定要去约会 我跟你说 我就得验证一下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 你身边那些朋友就不合适 结果她的男朋友是大帅哥 主持人 我觉得她身边朋友就不合适 她身边朋友老是跟她说点事 就想让她往外抖落 然后人家都是看乐了 最后当事人就来找她 上一次就因为一个事 人家就差点来打她 为什么事 就是我们学校社团 一个社长吧 就是想跟女朋友求婚 准备了好长时间 然后也不知道 她就怎么知道了 给人提前抖落出去 在我们学校论坛 在我们学校论坛 就说大家下午三点 来关注爆炸性新闻 社长要求婚了 然后人家女生就提前知道 那社长气得就要来打她 那最后还是因为我的朋友 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然后我人脉广把这事给拦下来了 也没人打了我呀是不是 但人家精心准备的一个 这么浪漫的时刻 我也没穿透人家分了手 你当时是怎么跟那姑娘 谈上恋爱的 你能告诉我吗 我们当时是一块组了个乐队 我是吉他手 他是主唱 就是特别聊得来 我说我喜欢反光镜乐队 他说他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现在吧 我就觉得这事 可能就是他提前调查我了 其实吧 不是我故意要知道 那都传到我耳朵里来了 那我人脉广谁都跟我说是吧 你一天你 而且我就真的是 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那个乐队 如果我喜欢唱歌 我是我们乐队主唱 那我可能不喜欢唱歌 不是那你应该多把精力 放在唱歌身上 我都放了呀 行行行 今天咱来讨论什么来了 你想分手 你呢 我不想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老师们给看看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你不懂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边界 人和人之间交往有一个边界在于 我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跟别人分享 什么事情我应该为别人保守秘密 可是你现在完全不知道 你还认为自己所有做的都是对的 我以前觉得他还就是 其他方面挺好的 就这一点缺点 然后今年去我们家闹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其他的好的 盖不住他这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有一种 就是我不告诉你 我让你猜 往往很多时候 很多女生会选择第二种 你要是猜不透的话 我就认为你不爱我 其实我挺想跟她沟通的 就有时候一说话吧 聊着聊着她 就开始聊她的办法 谢谢 你既然想关心她 你真的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去帮助她 去陪伴她 我觉得真的两个人 没有太大的事情 而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们彼此懂得 怎么去给对方一些边界 以及懂得怎么去表达 你想要的 男方 你了解她吗 了解 了解她的八卦 除了这一点 你了解她 我应该算是挺了解她 你知道她刚才 为什么要哭吗 我大概知道点吧 在沟通当中 没有听到你们任何 在爱情层面 发生的矛盾 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你有想过 她八卦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她好奇心太强了 她为什么对别人 那么好奇 她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负面的影响 但是我不会去捏造一些事实 我说的所有事 是 所以你不是坏眼 但是你的真心朋友 一定不会多 很多的真心话 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 但你好好想象你的作为 别人可能跟你交心吗 我觉得这小姑娘 挺简单的一孩子 演戏有的时候 我经常演你这种人物 工作呢 演戏呢 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去尽情地八卦 但是生活中 我可以告诉你 我要碰到这样的人 我会害怕的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一件事情 我马上就要想 屈尾跟我们一块做节目来 他会不会跟他说呀 说完了以后 有人屈尾 有人不理我了 怎么办 别人会害怕 生活中我们要有所保留 这个保留也是给别人保留 也是给自己保留 像我有一把年纪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孩子不要这样做人 你今天跟他说的话 有可能他明天就会说 就这女的 我跟你说 完了 你就完了 你就又失去一个朋友 在你今后人生成长道路当中 这方面要注意 谢谢秦英姐 我的意见 跟三位老师的意见 稍有不同 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嘴 是可以杀人的 尤其你的那张嘴 我很讨厌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说是非的人有三种 第一种 是听是非和看是非的人 就像喜欢看八卦的那些人一样 第二种是说是非的人 这大概也是人性的弱点 那句话怎么说 谁人人后不被说 谁人人后不说人 但你是最厉害的第三种 最让人讨厌 就是搬弄是非的人 我真的没有啊 搬弄是非 什么叫搬弄是非 就是把不该说的 人 这个地方是是非人 他希望请你 你还有不义 全部都不能探数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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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一定就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为什么图老师说 你别搬弄是非呢 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有很多真相 大家是不知道的 尤其是别人的事情 我倒觉得今天 我们都可以把爱放在一边了 出于对一个年轻女子的一个保护 一个女孩的一个保护 和你未来人生的一个看法的话 请你真的注意了 嘴快不是件好事啊 你特坦诚地跟别人说点东西 有人就别有用心地就给你扭曲了 然后你自己受伤以后 你还哑巴吃黄脸 这是提醒你的 提醒你只注意一点 为什么会爱他爱两年 那就说明除了他八卦的这一面 还有一面是你喜欢的 你留恋的 所以别把话说得那么决绝 还是那句话嘛 我们共勉吗 且行且珍重 你们乐什么呀 有点小八卦的意思 就是人谁不八卦呀 好好去爱吧 如果够包容就包容 但是有一点 图老师说得特别对 传八卦的这种 搬弄是非的这种 一定要改姑娘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不知道我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该说的 大部分在底下都跟你说过 你说你现在 你觉得你做这些事是对的吗 刚刚老师们也说过了 我觉得我是 可能就是我这张嘴吧 我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住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你觉得你做这些事是对的 还是错的 不对吧 因为也给别人和自己 造成一定的影响了吧 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不希望我们分手 你想想我平时对你的好 你别离开我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箱子 最可爱的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选择赞成 不看好选择反对 来 请选择 现场55.56%的观众朋友 还是比较看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起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杰丽雅提醒您精彩栏目 稍后继续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 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我们都八卦过啊 姑娘 让我来看看他们的秘密吧 去年三月份发生的那件事儿 我一直都没和别人说 快憋死我了 憋死了 啥事儿啊 我不能说 哎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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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给女生写 你说吧 我现在感觉有吗 就是他去之前吧 我爸就突然问了问 就是说 就是他以后来我们这儿也行 都工作什么都能给找好 然后就因为他一闹我 都没跟他说过这事儿了 你看就这么大的事儿 都不敢跟你说 就怕你出去八卦 来 给我请小话筒 好好珍惜吧 来 来来来来 好 谢谢你们啊 请回 请回 谢谢 感谢杰丽雅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 当你把这礼盒 送给你的爱人的时候 希望你在心里端他默念 爱要有你才完美 感谢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 万元的婚纱摄影一套 聚生活小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 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 地宝680一台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他们的浪漫时刻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八卦了 我刚听老师说了 我也想 可能是我关心你太少了吧 你别八卦了 我以后一直关心你 好吧 我心里都用你 好 嗯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开开心心的啊 回去吧 小八卦是一种小乐趣 八卦多了就招人烦了 谢谢大家